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来谈一谈转型正义的问题 就是这个民主转型实现了之后 如何对待过去的那些专制集权暴政之下的那些暴行 和实施那些暴行的人 那有一些大陆的朋友可能就说 现在中国民主转型还没有实现 谈这个话题是不是过早了 是不是还没有鸡就在数鸡蛋了 大家不要这么认为 因为现在这个转型是迫在眉睫 可能很快就会发生了 而这个转型在实现过程中 各个政治势力各个派别 他们对这个转型的在转型当中 所持有的态度所做出的行动 是和他们对转型之后的那个预期 是直接相关的 所以说现在谈论这个转型正义 是会影响到整个转型过程的 这并不是在没有鸡的时候 在数鸡蛋 这个问题我给大家请到了 台湾的著名的政治学者 李友谭教授 他在这方面研究的很深入 而台湾已经完成了 这个民主转型了 已经开始在着手进行转型正义的 实现的这个工作了 所以说李教授是既有理论的基础 又有这个实践的经验 又有台湾的实践经验 可供他这个研究可供他借鉴的 所以讲这个话题 这个最好的人选就是李教授 李教授你好 一平兄好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说我很有援助不敢当 但是我很关心是事实 陈炉刚才一平兄所讲的 就是转型正义处理 是一个国家 民主转型以后 对于过去威权政府的不公不义 造成了社会伤害 政治迫害 做一些修复性的工作 那么这个转型正义 英国说起来 如果没有民主转型 那转型正义的确是无法进行 就像我在 在参加海外民主运动 他们常常会提起六四的这个血案 然后强调说要怎么处理 我说除了中共 中国发生民主转型 我说六四追究很难进行了 因为共产党政权 不可能让你去处理转型正义 因为还没转型 那台湾的民主化 1987年解缘 1991 92国会全面改选 1996总统直选 由台湾变成了自由民主国家 2000年虽然发生了政党轮替 但是它是行政权的政党轮替 民进党在国会没办法取得过半数 所以也没办法进行转型正义 2008年马英九就当选总统了 国民党同志更不可能再实施 进行转型正义 到2016 蔡英文总统当选 民进党在国会过半 才有办法进行转型正义 这个时候已经离开 1996年的民主转型成功已经20年了 所以这个时候再来进行转型正义 事实上非常辛苦 因为很多档案也还没有公开 现在才要开始公开档案 虽然里东会开始就做受害者补偿工作 蔡英文总统任内才继续做档案公开 还有对受害者的补偿继续进行 然后对于一些相关的东西 包括蒋介石头像如何处理 然后是不是要追究 当时发生的一些命案继续去调查 像台湾当时在戒眼时期发生的 李毅雄家宅病案 还有陈文成博士受害案 李毅雄家宅病案 李毅雄是一个省议员 他参加免疫导事件被拘押的时候 他的妈妈跟三个小孩同时被杀掉 只有一个活下来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查到凶手是谁 然后陈文成博士 他是美国的一个数学博士 在美国任教 他支持民主运动 回来台湾以后 警总约团他 后来就被发现 城市在台大校园 现在也还不知道到底是谁干的 但是种种迹象 越来越觉得他不是自杀 他应该是他杀 好不容易台湾大学 在一些师生 尤其是学生 学生会的努力之下 台大已经成立 成为成博士激恋广场 他有写下了一些碑文 来激恋他们那么伟大的 那么成就这么杰出的一个校友 有人讲说如果他当时没有被杀害 有可能会获得诺贝尔数学奖都有可能 这样一个青年财俊被杀害 台大终于有这样一个纪念广场 所以台湾的转型正义在处理这种所谓的加害者的部分 台湾几乎都没有进行 真相部分最近才开始公布答案 公布答案的过程中反而又发生了所谓的 当时一些人现在还在民进党里面 在当时国民党同志思议他就卧底了 然后被抓出来说他是当时做卧底的 所以反而民党这边也产生震荡 结果加害者都没有找到 然后受害者本身反而 因为有些人在民党内部反而又揭发出来另外一种风暴 所以我觉得转型正义在台湾进行了蛮辛苦的 可是从优点来看就是台湾的民主化转型非常的和平 非常宁静 几乎没有死人 目前来讲的话 我认为真相最重要 因为康廷顿作为一个民主化理论大师 他在处理这个转型正义过程中 他的结论就这样一句话 他说誤法办 誤惩罚 誤宽恕 但是最重要是不要遗忘 你不要法办他 你也不要惩罚他 那你也不用宽容他 或者宽佑他 但是最重要他说不能遗忘 台湾现在至少做的就是 一定要将真相公布 不惩罚原有的这些官员没有关系 但是一定要让历史揭发更多历史真相 然后让我们后代的人知道台湾曾经发生过这些事情 避免以后还有可能发生威权回潮或威权统治造成的这种伤害 这是转型正义在台湾进行的状况 但是台湾更重要的是台湾的民主转型过程 我刚才讲过的是所谓属于变革模式 所谓变革模式就是第一次总统大选 原来执政党继续在位 那就是当时的李登辉是国民党第一次总统大选 1996他要当选 这叫变革模式 这种变革模式 被Huntington形容为他比较和平 所以最好也不要追究太多 比较好进行和解 比较好进行民主巩固跟深化 这里面谈到另外一个就是转移 什么叫转移 就是执政党跟反对党合作的转型正义 这个最重要例子就是南非 那么南非就是全世界 英格说起来是全世界转型正义做得最好的 为什么 因为当时的白人统治最后一任总统戴克拉克 他觉得黑白种族隔离是不易的不当的 所以他去先释放了黑人的政治领袖曼德拉 曼德拉出以后 在第一次进总统大选的时候 他都当选了总统 而且戴克拉克还运力屈就 或者说运力欣然的接受 曼德拉邀请担任当时的副总统 然后他们在转型成功以后 他们就找了一个土土主教 一个基督教 一个土土主教 来做这种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做这种转型正义 然后他们就选择 对于加害者忏悔就可以了 加害者他们选择忏悔 然后不做惩罚 但是对受害者选择补偿 所以在转型正义部分 这种移转 就是执政党跟反对党合作的转型 当然会做得非常好 我刚才讲过台湾的变狗模式 就是转型正义很难进行 大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做得很好 但是至少相对和谐 所以我又谈到民主化过程中 执政党主动改革叫做变狗模式 那执政党跟反对党合作叫做移转模式 但另外一种是执政党一直是非常强硬使用 但一下都被推翻 这种被推翻的话 那个转型正义过程中 Huntington也说 他也讲出来 他说如果发生这种替翻 就是执政党马上被推翻的方式的话 他说道德上和政治上都令人满意 那么就迅速地惩治威权政权的领导人 同时明白表示 你将不会惩罚中低阶层的官员 这是他叫在手册告诉我们的 他说如果是那种替翻模式 就执政党不愿意做任何改革 一下都被推翻 那如果你要惩罚 你就惩罚 最主要的领导者 周边几个人就好了 对中下层官员还是不要惩罚 才能够追寻和解 这是他叫在手册里面 告诉我们 透过第三波民主转型过程中告诉我们的 我刚才讲过说 他对于南非或台湾的这个模式 他说如果变革和移转 也就是我刚才讲的台湾的变革模式 第一是总统大选 原来的国民党的还是当选 然后或者是南非的 执政党和国民党合作的转型 就是移转过程出现的时候 那就怎么样 不要试图以侵犯人权罪名 惩罪威权政府的官员 因为这种努力的政治代价 常常会超过道路上的收获 这是他民主化 研究各个国家民主化 用这种比较历史角度研究以后 给我们的交战守折 这也告诉我们说 未来中国共产党 如果他主动改革 那可能有机会 学习台湾或学习 党配模式 那如果是不主动改革 那可能是罗马尼亚西奥赛古 或者说有些统治者一下就被惩罚 很严重的惩罚 当然现在转型正义 已经很少用纽约保的大审方式 追究很多人的罪行 现在的比较少这样子的 但是转型正义 在一个民主化以后的国家 它终究要进行了 只是如何进行 跟民主转型构模式 采取什么方式有关系 所以台湾很多人都不满意 至少台湾社会相对和平 可是台湾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我想等一下再来谈 台湾转型正义过程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议题 跟其他国家不一样 现在还在处理 那我这个问题 这里面我自己有一些意见 那我等一下我们进一步再来讨论 好谢谢 那谢谢李教授 您刚才引用的亨廷顿的 这个理论研究的成果 非常有意义 那我在读历史的时候 我有时候就是感觉到 非常佩服这个英美系国家的 他们的这种理性思考 以及把这种思考的成果 运用于他们的这个 政治实践的这种能力 你像日本在二战当中 对美国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 而且是完全站在这个非正义的这一方的 美国把日本占领了之后 并没有对他们进行彻底的那种打击 那只是把一些首要的这些战犯 把他们审判了 然后把他们这个惩罚了 其他的大批的对美军 对美国人造成伤害的那些日本的 中下级的军官普通的士兵 他们都没有惩罚 而且呢 还给日本带来了这个长远的好处 给他们了一部这个和平宪法 然后呢 还在这个给他们了很多融入世界的这种机会 这种这种宽容的能力 完全没有那种报复心的那种境界 而且确实是非常的让人佩服 那我就是感觉着啊 美国跟英国 他们有一个相同的一个文化的根源 一个传统 一个政治的传统 非常的接近 那么这两个传统的国家 他们都是秉持着这个理性主义 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 他们绝对不让情绪占到上风 甚至是他们不让道德判断呢 主宰他们的这个所有的政治事物 道德判断当然有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是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 如果在道德上是对的 但是最后造成的这个后果 是不堪设想的 是负面的后果 那么他们宁愿放弃这种 暂时的放弃这种道德上 具有正义性的这种要求 比如说惩罚日本人 如果当时把日本的军队里面的军官 全部把他们抓起来坐牢 也并不为过 因为日本的当时的战争行为 确实是违反了国际法了 确实是违反了道德了 但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他们在二战当中杀害了大量的 这个英、美、澳 这些国家的战俘 但是都没有受到追究 只是追究那几个首恶者 这个确实是非常让人佩服 我对德国同样也是如此 那我们现在中国人呢 绝大多数我所了解的 这个民主派的朋友 还有那些这个反共的朋友 可能现在呢 我们真的是要向这个美国和英国 这些国家要学习这种品质了 英国人当年呢 那么小一个国家 2000万人口的一个岛屿国家 最后啊 他们能够统治全世界 他们能够成为日不落帝国 他们在印度的统治 只用了2000人的军队 统治了印度几亿人 那么大一个南亚赤炸路 全部被他们2000人就能够搞定了 到底原因在哪里 就是因为他们完全服从于理性 国家利益国家安全 整个世界的他们所希望建立的那个秩序 那是在主导地位的 而不是靠那些教条 靠那些原则 法国人在这方面就有一点不一样 法国人他们在这个法国大革命当中 他们是原则至上 尤其是在这个雅各宾专政时期 那个罗伯斯比尔 他的一个外号叫做不可腐蚀者 在道德上是完人至高无上的 他为了实现他的原则 他可以做任何事情 但是那个原则只是他一个人的原则 只是他那一个派系的原则 而不是所有的符合所有的老百姓 符合整个法国国家利益的这种原则 所以到最后就造成了一个灾难性的后果 而英美国家他们是这个理性至上的 所以说他们最后的这个结果都是不错的 至少是避免了最坏的结果 在法国 在这个日本和德国二战之后的这个处理 这个转型正义的问题上面 最后的结果是最好的 那第二个有个感触呢 就是李教授刚才讲到的 就是说台湾的转型正义不进入人意 但是呢他的这个过程相对的和平 那我感觉着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必然的一个因果联系 就是那些非常平稳的过渡的变革的那些国家 实现民主转型的那些国家 他的转型正义可能要来的慢一点 可能呢不是像当年的这个在德国 在日本一样轰轰烈烈的搞一次大审判 把首额都给除掉了 那或者是像南非那一样 双方合作无间最后啊 这个实现真相的这个大曝光 然后呢这个民众的大和解 真相与和解那几年之内他就完成了 这个台湾是栓栓来迟 那正是因为这种转型的过程 转型的这个方式才造成了这个转型正义 他的这个实现相对的缓慢 那中国将来可能是极有可能 是一场暴风骤雨式的这样的一个变革 一场革命 无论是民变还是政变兵变 最后他都是一个非常迅猛的一场变革的运动 那么在这场变革的运动当中 大家要用什么样的这个转型正义的原则 那我觉得现在大家应当是开始讨论了 很多人中国民主派的很多人就说 共产党要把他们彻底给灭了 那如果是这只是指共产党这一个党派 那这个组织要彻底的禁止他 这个我是举双手赞成 这个组织绝对不能让他存在了 因为太邪恶了 他的整个组织原则从一开始 他就是邪恶的 他的基因就是邪恶的 但是如果是指的9000万党员 要对他们进行彻底的这种清算 要把他们一扫而光 那个我就有一点担心了 因为这9000万人再加上他们的家属 可能加起来就是好几亿人 如果是对这批人来进行彻底的清算 尤其是那些中下层的那些中共的干部 来进行彻底的清算的话 他们当中很多人确实是过去长期的作恶 长期的欺压老百姓 如果是全部清算的话 中国的监狱是不够用的 中国的这个断头台 那是不够用的 那最后会造成一种血流成河的景象 而这些人他们也是掌握着大量社会资源的 他们也是有能力的 他们的组织能力可能比我们普通的老百姓 比反对派还要强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 惩罚他们确实是符合正义的符合道德的 但是最后的结果可能会对老百姓 会对这个整个国家民族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所以说这种言论我觉得会把那一批人 那些普通的干部 那些公务员 把他们逼向反对变革 反对民主的这个阵营 让他们赋予亡抗 这个反而对民主不利了 而现在他们可能内心里面都有这种恐惧 所以说对于这个民众的变革 是抱有非常不确定的这种态度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 如果是我们民主派 如果是普通老百姓里面 都能够接受一下这个 刚才李教授所说的 这个英美系国家的 甚至包括台湾的 这种理性思考的这种能力 接受这种耐性 台湾人的耐性 我们转型正义可以用10年 20年30年40年 甚至是一个世纪来实现 这个可能对我们的变革 反而有促进的作用 这是我的一点个人的感想 那现在我把时间再交给李教授 好 没错 一鸣兄刚才讲得非常好 其实我想人类 美国英国他们都记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他们跟德国签定合约 让德国活不下去 所以才造成西特特的崛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你看美国反而帮助德国 帮助日本迅速民主化 现在反而这两个国家都是民主阵营 捍卫自由民主的大国 然后他们转型成功以后 反而说实在的 战败反而变成民主 反而自由民主 形式上战胜的国家 苏联跟中共反而现在是极权专制的大本营 所以历史非常吊诡 战败反而转型为自由民主 形式上战胜的反而现在是人民普遍受害 好 那么刚才易平兄所讲的这一部分 我刚好 潘廷伦在处理转型正义的时候 他用的标题是什么 用刑者的难题 法办与承治 还是宽恕与遗忘 他说这是两难 到底对于原来危险统治这些加害者 你要法办跟惩罚 还是宽恕跟遗忘 所以他后来 我刚才讲他的结论是说 不要法办也不要惩罚 也不用宽恕 但是呢 要怎么样 不能遗忘 他认为不能遗忘最重要 因为不能遗忘什么 向前看 一定要真相 党案一定要公开 甚至于谁是加害者也要去追究 台湾现在就是加害者还没有追究出来 所以转型正义还没有完全落实 然后社会没办法完全和解 如果说慢慢还可以进行 我觉得也没关系 反正就是继续进行下去 刚才易平兄所讲的这部分 我想引述一段话给大家参考 那是他列举了7项 认为应该惩罚了 然后6项不应该惩罚的原因 这和您的书上所讲的 但是有一段话我觉得太值得引述了 他说 社会中的许多人或团体都参与了集权或危险政府所犯下的罪行 好 捷克还会要讲出来的 他说 我们所有人都越来越习惯于集权体制 把它当做一个永恒不变的事实 这样就有助于使集权体制永久化 换句话说 尽管程度各有不同 我们大家都要为集权机器的建立负责任 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只是其受害者 我们大家都应该对此负责 这是在苏联暖意之下的捷克集权统治 海维尔作为一个伟大的总统 还诺贝尔讲的一个获得者 他所讲出来的话 他意思就是说 在集权专制政府之下 每一个人都可能 也是有可能被夹害者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所以他认为说还是选择宽恕 不要法办 但是不要遗忘就好了 他说他宁可选择 他反对惩罚 他反对对这些惩罚的最重要已经在这里 但是我今天在这边 我要特别再探讨一个议题 那就是台湾跟中国未来 台湾的现在民主化碰到的问题 还有中国未来民主化可能会碰到的议题 我赞成对于未来中国民主化以后 如果中共统治者首谋 这几个核心人物一直互与顽抗 到时候有可能变成像西亚塞骨上段楼台 这个不是任何人所能够预料的 或者说有可能应该被惩罚 我觉得也很难避免 可是我要先引述尊者戴海老妈 最近她不断开示了 她说慈悲 如果每一个人只对亲友慈悲 那是自私自利的行为 她说要对敌人的慈悲才是真的慈悲 人家都问她说 那对敌人怎么慈悲 避免她是加害者 她是一个筷子手 统治者是暴君 我们怎么对她慈悲 她说人跟事情分开 对人我们还是慈悲 但是对她做了坏事情 我们一定要严正以待 对行为本身 我们一定要义正慈眼指出来 可是对于她的人本身 我们尽量的慈悲 因为在一个集权专制政府之下 哪怕是最高统治者 她所犯的错误 有时候常常是结构性的 所以她主张对人慈悲 对事情 对行为 採取 援办 採取 抑郑持养方式来对待 那么 就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特别要谈到的是说 刚才易平兄所讲的 未来如果中国民主转型 我认为不可能是追究 9000万共产党员的责任 也不需要 可是 可以考虑 她如果透过共产党统治过程中 因为共产党跟苏联统治不一样 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以后 统治过程中 人民水汗钱 有些钱大量被中共的高官移转到海外 这些钱是应该做一点处理 就是对于她生命 不要去危害她 也不一定要坐牢 但是对钱 因为中国跟苏联不一样 苏联他没有那么多钱 有啊 苏联其实苏联民主化以后 他们有用寡头 商业寡头 后来Tukin 为什么不可以获得支持 也是因为他处罚 他处理那些寡头金融的问题 这个 共产党现在 在党国体制的情况之下 很多党产可能被賣成私产 甚至移到国外去嘛 这些要不要处理 我觉得这可以再进一步讨论 那为什么谈到这一点 这就是我现在进一步讲的第二个部分 台湾 台湾转型正义 对于加害者都还没有去找出来 他们也没有去懺悔 这一部分可能 一般民间还是希望能够追究真相 那我也认为说 只要有机会追究真相 这个世界无法避免任何受害者想要去了解真相 至于要不要去宽恕 那我们选择尽量宽恕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不肯要任何人不要去追究真相 因为我们不是当时受害者 我们没有资格去讲这个话 我们期待这个社会和谍 但是我们不能要求任何人不能去追究真相 但是 国民党统治台湾跟苏联或者是捷克这些国家 甚至跟南非也不一样 南非他还没有这样一个政党 国民党统治台湾是准列领主义党国体制 一直有党产 最近有人讲说 党产是国民党的 或者是当时从中国到那边拿过来要分清楚 我都错了 重来是不是中国到那边拿过来的党产 他后来民主化过程中 国库通党库很多党产都属于人民的财产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应该要追究 因为党产的存在造成后面选举的不公平 所以台湾要等到民党全面执政以后 让国民党党产尽可能 让他没办法拥有那么多党产行程不公正的竞争 这就牵涉到转型正义还是要实现正义的基本原则 我最喜欢强调 我们刚才讲完是转型正义 但正义 很多人 太多人讨论了 以John Ross他讨论的正义是说 先维持每一个人有基本的 自由去追寻他的利益 也就是立即他立足点的平等 追寻他自己的社会地位跟财富 如果形成社会地位跟财富不公平以后 再给社会地位跟财富 获得比较少的人给他补偿 第一个是平等原则 第二个是差异原则补偿原则 这是他正义的讨论 但我在看民主化 有一个比这些部分更加重要的 我喜欢讲什么叫正义 不必讲那么多道理 中国人古代有一句话 你说你公道 我说我公道 到底谁公道 只有天知道 可见中国人古代 也有人想要寻求正义 包公为什么那么著名 虽然在人治时代 为什么传回美坛 因为至少他可以主持一些正义 现在的正义 民主化又台湾的正义 未来中国也是一样 我觉得至少这句话 或者现在就可以要求 不同的人 不同的政党 做相同的事情 应该获得相同对待 民主化以后 我们不允许国民党拥有那么多党产 我看到2000年国民党选书以后 国民党演员的党官 他们的子弟他本人 马上转到国民党的党营事业去工作 他照样出路有车 2008年民党选书的官员 我看到他们 现在又回头当部长有一个人 有一次我看到他在演打会过程中 他带他的小孩共同吃一个便当 他将肉 将菜让他小孩吃 然后剩下一点菜 一些饭他一个人吃 我就发现说 原来国民党跟民党有这么大的不公平 因为国民党有党产 选书了 还可以去党产里面的党营事业去领薪工作 民党选书了 政党选书了就没有工作 等下一次选上 你才有机会再重振 他不像一般公务员 他薪水没有保障 你政务官随时有机会下台 下台后你就要去找事业 你没有事业 就不是让政务官一直保障 他每个月每年都有薪水 是你退休金都会拥有 不是嘛 所以就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认为国民党党产 在台湾处理上 为什么现在很在乎 我也很在乎 我认出这一点 台湾发学院发生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 台湾一切不公不正的问题 就在国民党党产 会彻底归零 好 在2016 民进党在立法院取得勾班数 2020继续取得勾班数以后 台湾现在才成立 转型正义委员会 还有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 再处理转型正义问题 虽然很多人争议 但是我认为 台湾应该做这些事情 尤其是党产问题 因为党产涉及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不同的人 不同的政党 做相同的事情 应该获得相同对待 民主国家的政党 正常的情况之下 他既然有机会 可以拥有power 拥有权力 就不应该让任何政党 可以经营事业 这是民主国家的通力 专注国家的政党 有可能是 权力跟利益共同体 可是民主国家的政党 既然政党 他有机会去做 价值的全国会性分配 他只要选上 他有power 他就不允许任何一个政党 可以去经营党赢事业 所以 台湾现在正在处理 国民党这些问题 那我相信 应该可以处理成功 这过程中我们发现 马英九当主席的时候 就贱卖党产 现在第一审法院 检察官有起诉 结果第一审法院判无罪 很多人在争议 我的看法就是很难处理 就是因为 转型正义还没有进行很彻底 那转型正义 如果法官可以了解转型正义意义 国民党党产 也是国家的财产 如果这是国家财产 那你贱卖国家财产 那是重罪 那你贱卖党产 你是私人公司 我私人公司 要卖给别人 你赔一卖 你怎么管那么多 可是那几十亿的价钱 可是那个钱是国家的 所以我认为这也是因为 转型正义 应该触及核心的议题 就是 原来的国民党党产 也是国家财产 所以我再次的强调 未来 中国如果民主化以后 或许我们不可能 也不应该 对于9000万的党员都 接以任何处罚处理 但是对于一些高官 因为中国民主化还没有进行 但是经济发展 2、2、3、4、2 非常快速 累积的财产 收购率的财产很多 如果说被一些高官拿走 你看现在只要习近平要处理的 没有高官 都是几亿几亿的 连乡政长钱也都很多 那都不得了 那些钱 我觉得可以思考 是不是应该处理 苏联民主化以后 他们是党国体制 就像现在中共一样党国体制 他不会出现像台湾民主化以后 是因为准列领主义党国体制 党跟国家之间 跟政府之间 落脊落理的关系 那中共不是 党等于政府 政府等于国家 只要中国民主化 共产党党产一定会被归零 被充公 可是 拥有党产 或者说在之前 将党产拿走这些财产 要不要处理 我觉得 我再次强调 应该要 严肃去变对 那苏联当时 虽然党产也充公了 可是一些金融寡头 也是因为Pukin处理 才做一些解决 可是Pukin自己又回到危险去了 我希望未来中国民主化以后 不要再回到 像苏联一样又回到 像Pukin这样的威权 但是又可以处理 现在的一些 当产不见的 到私人口袋去的这些问题 我觉得 不要处理他生命的问题 也不一定要让他做了 但是这些人民的水旱权 应该做一些处理 这是我想到了 可以严肃去变对的问题 谢谢 那刚才李教授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将来中国民主转型实现了之后 怎么样对待这些 把这个国家的财产侵吞为己有 然后大量转移到海外 当然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 是他们在国内控制 是他们在国内所拥有的 是他们把国库的钱拿到自己 自家的金库里面的 对这些人 对这些钱财怎么样处理 现在在中国民主派当中 确实有很多朋友都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我是觉得 现在还是一个情绪主导的 这个占了很大的成分 并没有理性的思考 现在大家观察一下 习近平现在所有的这些举动 他似乎是在往这个方向走 就是把那些红二代 中共那些权贵大家族 把他们所控制的这个财产 要转移到这个自己的手上 他所说的这个国家的手上 实际上这个国家就是他自己 那就是姓习的嘛 然后打击那些 这个过去中共的那些高级权贵 阻止他们继续向国外转移财产 把他们在国内的这些财产 甚至是这个重新收回收归国有 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是正确的一个步骤 但是他是为一个邪恶的目的在服务的 这就是跟这个普京在俄罗斯做的一样 普京在俄罗斯打击那些寡头权贵 有没有正义性 表面上看起来完全有啊 但是他用这种手段服务于他个人的目的 他想把俄罗斯的通过这种手段 取得民间的支持 人民的支持尤其是底层民众的支持 然后用这个底层民众的支持 来巩固他的个人的专制秩序、专制统治 习近平照样是在模仿普京的这一套 那么现在实际上我们民主派 主张变革的这些反共派的人士 我们必须得意识到这一个问题 仅仅靠民间的力量、靠我们民主派的力量 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转型的 如果是要想成功的话 一定需要中共体制内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人 需要他们的合作 那么现在如果是我们提出一个非常激进的 完全符合正义的这种这个转型的方案的话 那么那些权贵的阶层对他们来讲 转型我们是死在民主派的手上 不转型我们这个是死在习近平的手上 都是一死那就干脆就不作为了了 甚至是如果是习近平再向他们伸出一个橄榄枝 说我不会把你们彻底的给打倒 我会给你们保留地位 那他们甚至是会跟习近平一起 来维护他的这个个人极权专制统治 两害相权起其轻啊 而这一部分人 现在实际上是中国民主转型的 能否实现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现在是三国制人民是一方 这个习近平专制集团他们控制了最高权力 这是一方还有一方是庞大的这个中共的这个权贵集团 这是一方这三国制如果拿两方联合起来了 那么第三方就可以被消就能够被消灭了 现在我们是愿意做这个被消灭的第三方 还是愿意跟另外一方联合 现在联合习近平当然是不可能的 他的目标已经是非常清晰了 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就是要建立一个习家王朝 要把中共过去的寡头体制要变成他的集权专制统治 要变成他的一个习家王朝 他让全党信息全国信党 他要走朝鲜的道路 所以这一方完全没有合作的可能性了 那没有这个联合的可能性了 那么现在就只剩下中共的这个权贵集团里面的 反习的那些派系 所以对这个派系 他们过去确实是在历史上是作恶累累 尤其是在这个搜刮名指名高 然后转移到国外 然后青春国库为己有这方面 那可以说是罪恶深重 但是对他们怎么处理 我在这里有一些粗浅的想法 来跟大家探讨一下 我觉得对于那些在反对习近平 个人专制统治当中 在促进中国民族转型的这个过程当中 起到非常重要的 关键的作用的 建立了他们的这个功勋的这些人 应当对他们不予追究 凡是只要转型一开始 他们就积极地投入的这一部分人 也不予追究 甚至是我们再大方一点 对他们已经转移出去的财产 甚至是可以放弃追究 这个在历史上也是有先例可循 大家看一看菲律宾的这个民族转型 那马克思家族 还有他的那些新姓小圈子那些家族 哪有个贪污腐化呀 那比共产党有过之而无不及 菲律宾当时是个穷国 但是马克思他的个人财产在全世界 可以算是排得上这个数得上名字的 也是名列前茅的 他的这个奢侈生活 他的那个富人伊美尔达 那个穷奢侈子那是举世闻名的 但是当民族转型开始的时候 他手下的那些人要他派军队 来对民众进行大屠杀的时候 他保持了一点点理性 他说不能这么做 后来坐着美军的这个直升飞机 就逃跑了最后到夏威夷 去避难去了 菲律宾 后来的民主政府 并没有对他的这个家族 进行穷追猛打 甚至过了这些年之后 马克思死了之后 还让他的这个家人重返菲律宾 甚至是还重返政坛了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当这个人 他没有走到最坏的那一步 没有富裕亡抗 对这个国家造成损失的时候 可以给他留一条生路 甚至是可以给对他的这些 贪腐的财产不予追究 那对那些对国家有贡献的人 对民主转型有相当大的 促进作用的这些人 菲律宾也是对他们的奖赏 可以说是非常的大方 你比如说 当时这个在推进民主转型过程当中 起到非常重要作用的那个副总参谋长拉默斯 他以前是马克思的亲信 也是马克思的亲戚 但是他发动了一次政变 最后跟民众结合起来 最后让这个民主转型就顺利实现了 他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那么他不仅仅是他过去做的坏事没有受到追究 他所有他个人的财产没有被充公 甚至是他后来在菲律宾的这个新体制当中还起到了 这个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最后还被选为菲律宾的总统 这就是一个这个理性的一个政治选择 就是菲律宾转型之后的那些民主派 那些高层的理性的一个选择 因为这种选择 所以让菲律宾后来的这个民主转型的这个过程 算是比较顺利没有出现民主复辟 如果是对马克思的这些旧部 对他们穷追猛打的话 那么菲律宾可能是政变不断 可能是这个政坛相当的不稳定 甚至血雨腥风都有可能 反而对这个国家不利 所以我总结的一个原则 这个转型正义的一个原则就是 这个正义不是在追求过去的正义 而是在追求未来的正义 人类的历史几千年的文明史 大家再仔细看一看 几乎是没有正义的这个时代 按我们现在的正义的标准 在原始部落时代相互仇杀 没有正义可言弱弱强食 到了后来所谓的文明时代 实际上也是一个制度性的野蛮 无论是奴隶制后来还是后来的这个封建制 还是后来的这个大一统王朝专制集权 都是制度性的野蛮 咱们中国就这个历史看得很明显嘛 就拿紫禁城来说 里面关着有十万人这个太监和宫女 把男人的生殖器给割掉 让他们为皇帝服务 这哪里有正义可言呢 如果按现在的正义标准 按民主社会的正义标准 这都是最大恶极的这些举动 能不能够清算呢 蒙古人当年统治全世界 就那么一个小小的上百万人的民族 杀掉了一亿多人 征服了大半个所谓的文明世界 每到一处必然屠成 有没有正义可言 怎么能够恢复这个历史的正义呢 完全没有可能嘛 那么现在实现民主转型之后 我们有没有可能完全恢复历史的正义呢 恢复过去这几十年 中共统治所造成的这种 极大的不正义的这种状况 把它给彻底的扭转过来呢 也是不可能的 历史上做的那些恶 做恶的那些人 不可能对他们进行全面的惩罚 如果全面的惩罚的话 德国人应当全部被杀光 日本人一大半也应当被关进监狱里面 不可能实现 现在只能是我们追求未来的正义 让这个恶行不能够再发生了 追求未来的正义 这是转型正义的一个重要的原则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想 肯定在这个问题上面 有很多的朋友有不同的意见的 大家现在把这个事情拿出来探讨 我相信只要大家秉承着理性的精神 大家秉持着为这个国家好的这么一种意愿 最后大家一定会得到 类似的相同的这个结论的 那李教授 请您讲一讲 您对我们这个大陆民主转型的 这个转型正义方案的这样的一些想法 您的一些这个个人的见解 益平兄我觉得你讲得非常好 讲解正义走远于未来 因为就像韩景美所讲的 为什么要大家追求真相不要遗忘 就为了要继续威权或极权统治时期 发生的人权受害事件 不要遗忘 然后揭露真相 大家继续教训 以后不要再发生这些状况 对于承治 安全的引述一点 他说如果你要承治 抓头就好了 如果说 因为他讲说如果是替换模式 也就是说 执政党死皮奈脸 赖着政权都不愿意做任何改革 一下都被推翻 被推翻的时候 那时候的统治者很难逃过审判 可是只要抓主要的几个就好 其他不要去处理 他也不断的强调这一项 所以我很赞成你刚才所讲的 左眼的未来 我的看法是这样 我不断的强调中国民主化 21世纪人类最重要的事情 至少在上半世纪最重要的事情 下半世纪可能处理人类对地球 就是动植物的专制问题 就地球环境的问题 上半世纪是处理 自由民主跟集权专制最后对决的问题 那中共的集权专制 它违反人性 它扭曲人性 污染心灵 不可能长远存在 总是要处理 但是中国民主化 精维万端 事情太多了 你要处理民主的问题 处理地方跟中央的问题 处理这种太多 包括经济 包括社会 包括文化 环境 所有事情分治它来 真的是 这是一个20世纪 如果中国民主化是一个伟大的史诗级的大事情 那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探讨转型正义 我的看法是这样 分两段 在海美民主化前 转型正义 不必谈那么多 但是大家先了解 转型正义不是要追究所有责任 要往前看 民主化以后 我们就要避免认了一个政党 在拥有不当的势力 就像台湾 民主化以后 我当然要避免国民党继续拥有党产 因为 你如果国民党拥有党产 连选举竞争都不公平 所以我才会强调说 台湾民主化以后 要维持正义的基本原则 不同的人 不同政党 做相同事情 都应该获得相同对待 处理国民党党产 并不是要纳入民党的党产 我们不允许民党拥有党产那么多 或者我们不允许国民党 执政的时候 所经营的党产 累积党产 民党是要执政 也不允许他去经营四月 所以民党也随时可能会被政党轮替 那就公平了 因为就是处理党产以后 变成国家财产 中国民主化也是一样 只要民主进行转型顺利 只要建立自由民主国家 那任何人都无法掌控 未来任何党执政都是人民授权的 不是永远像共产党这样 永远占据那个位置 就国家跟政党跟政府就分开了 就党执政党跟政府跟国家都分开了 那时候就没有这些问题 就是大家寻求一个 未来的公平正义 这个社会如何公平正义对待 攜手走向公平正义的社会 攜手向前看 为了真正人民的幸福 我觉得最近有人讲得很清楚 中共曲解了1948年的人权先源 人权先源落实现在是每一个个人人权 中共曲解为集体的人权 问题就来这里了 所以未来中国民主化一定要落实为 联络国人权的保障 人权先源跟两个国际人权公約 到现在为止中共不敢去 他签署了不敢批准政治公民社会 公民政治权利国际公約 他只敢批准经济社会文化国际全力公約 今天中共在联络国那边 号召那么多国家跟他站在一起 然后参加了人权委会 我们只要问他一件事情 联络国宣章 还有联络国两大人权公約 你根本不敢落实 你也没有落实 你签署了 连批准都不敢 所以人类社会追寻公平正义是永恒不变的 每一个人都有正义之心 所以正义变成从古到去 希臘事件到现在最重要的核心价值 国家目的 秩序 安全秩序 正义福利自由 安全秩序 福利自由 其冲突的时候也是正义来调解 所以一个社会最后安定下来就是正义 像美国 美国社会和谐最后怎么样 大法官会议解释大家都听他的 台湾也是一样啊 你大法官会议解释下来大家都听他的 所以一个社会最后一定要一个公平正义 一个条件 这个社会才能够长日久安 所以我们一方面先处理转成正义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当一个社会建立民主化以后 我们要寻求公平正义 这是两段 那我们先处理转成正义 那转成正义中国 我个人很赞成刚刚一平兄所讲的 越宽恕越好 越宽容越好 让大家共同来推动中国民主化 就像我刚刚引述哈威亚所讲的 所有人在基田专制下 所有人都可能都是加害者 不经意不知不觉的变成加害者 是体制下 大家阿隆木山 大家都是一个大栏杠之下 所以可能都是加害者 有时候他也不是故意的 因为他被讯息垄断 或他在站那个角色他不得已 所以我认为说宽容宽恕 在这方面还是很有意义的 也就是慈悲 我个人常常谈到最后 脑机里面就忙着浮现 我见过真的有达拉吗 他给我开示 这种慈悲 这种刚才他对达拉开示 七十亿人都是一体的 然后对敌人都可以慈悲 但对事情要讲 转型国平正义 这样的话 未来中国民主化可能就会更顺利一点 所以我觉得刚才一平兄 你曾经探讨中国民主化后备所谈来 不过我完全赞成 谢谢 谢谢李教授的认可 这个转型正义这个话题实在是太大了 李教授刚才跟我们讲到了一些原则 我也对李教授的论述 也有一些个人的一些感想 有一些发挥 这个只是抛砖以御 我相信中国民主派的朋友 会有很多朋友在这方面做更多的思考 有更加详尽的这样的一些论述会出台 最后我来总结一下李教授刚才所说的 这个关于转型正义的原则 第一个就是不能遗忘 需要把真相给找出来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则 但是不见得一定要去惩罚 反而宽恕更加有效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着眼于未来 而不是着眼于过去 过去的不正义 如果是它不去不能够再发生了 这个就可以了 但是未来的正义 这个是我们要追求的 转型正义 主要是要追求未来的正义 避免过去非正义的事情重现 好的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感谢李教授刚才的这个精彩的论述 我们下星期同样的时间 我跟李教授再跟大家一起来探讨 更多的关于中国民主转型 也是关于台湾的这个民主建设的一些更多的问题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 我们下期同样时间 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再见 谢谢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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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